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,当物体的速度可以达到光速,时间会停上,超越光速,时光会倒流,爱因斯坦根据此理论,也做过时空穿越的实验,也就是传说的废城实验。 至于结果如何就不知道了,从理论上讲,时光倒流,时空穿越回到过去是有可能的。 那么,我们做一个假设,未来有一天人类研究出了时间机器,那么把一百个现代人,什么也不得送到实验时代,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制造出计算机。 计算机是现代科技文明能够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,世界上第一台计算器,诞生于1946年,体积非常庞大,大概有两个就是那嘛。 之所以这么大,是当时计算机内部,所需要的各种零件都是非常大的。 后来随着计算机的一代代更新,越来越薄,越来越小,速度也越来越快。 现代科技制造一台计算机,那是非常容易的,可是在实验时代,那可以不容易了。 不过,回到实验时代的这一百个现代人,有着现代的科技知识储备,还是有希望制造出计算机的。 回到实验时代,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。 实验时代的早期,原始人类还是刚学会使用制造工具,都是一些石头制造的简单工具。 这个时期有着大量的猛兽存在,人类的身体素质和猛兽相比还是太弱了。 好在人类有着聪明的大脑,又群聚在一起,还是能够捕获野兽的。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们,刚穿越回到实验时代,手中什么工具也没有,要解决食物问题。 只能通过狩猎来获得食物,想要猎杀动物,凭借现代人的聪明还是可以办到的。 我们可以弄陷阱,用一些石头学员使人,制造一些简单的石器武器。 有了食物,不饿肚子了,才能更好的去为制造计算机做准备。 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,就要需要弄一个简单的基地,没有兼顾的基地是不行的。 否则,遇了野生攻击就要逃跑。 现代人脑中掌握着丰富的现代知识,可以制造简单的水泥及一些砖块。 慢慢建造起一个坚实的基地还是没有问题的。 有了基地后,就要为制造计算机做准备了。 石器时代没有先进的现代设备,不可能制造出新能有量的计算机,只能制造早期的那种计算机。 一台最早的计算机内部零件也是非常多的,真空管,电容器,电阻,电缆等。 而这些电子零件,想要制造首先是需要材料的。 好在这一百个人都是各行的精英,生物学家,材料学家,化学专家,物理学家等。 可以说这一百个人集齐了上百个专业领域的人才。 有了这些专业的人才,虽然在石器时代没有现代设备, 但通过原始的手段页链,鸡链出所需要的材料还是没有问题的。 用石头和黏土制作摇炉,找到煤炭和矿物并开采它。 用摇炉融化化石并制作简单的工具。 使用工具制作金属黏土模具,并创定一系列工具。 用线有材料制作简单的电池。 这样制作一台机械计算机就相对容易了。 这也很好理解。 像计算机,即使在现代,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人,你也不可能制造出来。 更何况是回到石器时代啥也没有的情况下,可能有朋友要问了。 如果这一百个人带着现代的先键设备回到石器时代,那制造一个计算机不就容易了吗? 当然这是非常容易的。 但如果带着现代设备回到石器时代,那不是作弊吗? 而且这也不是人类的功劳,而是机器的功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年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